三星乡近年来自力发展观光 县长林冲贤对大洲国小的校园利用 建议可考虑结合社区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以及开放露营 并且融合环教课程 让教育场域发挥更大的功能 县长林冲贤日前勘查三星大洲国小风雨操场兴建工程时 对大洲国小的校园使用提出的建言 表示三星自力发展观光 周边有安隆西 陈定南纪念馆等等 学校可以结合社区设置游客服务中心 提供单车族一个休期的场所 而另外也可以规划露营区 设立简单的平台开放游客露营 我们现在三星发展观光 要让人资料 那民工修现在因为我们一早就配合 可以做露营基地 我们这个环境还不错 我说的你只要有做担保的准备 我们跟社区的荣主 和那面是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在这里附近我们还有 有几个尊重的地方 这里安隆客也快 里很多的我们社区的聚落 陈定南教育记忆馆都正经 这个地方可以在家人 家人可以清除 兴公署这个部份 可以清除到公里出海中 这里来做一部份 可不可以在社区的角度 里面来做旅客服务中心 还是要驾到这儿 可以效果的中心 大厨可以开放让人录影 因为那面就是这样 他就直接在里面录影 好地就在外面 简单有一些平台 县长期望借此让大洲国小教育场域与社区结合 并且融入环境教育课程 提升环教的学习成效 以及校园空闲有效再利用 这样整个教育场域 我们大洲还是要变成是可以跟社区结合 这个相关的融入课程 环境教育也好 或者相关的议题 我想这个部分请留下长多多来结合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